那么谈完了这个新疆谈完了陈全国谈完了马兴瑞 我们再把这个目光往东移移到哪里移到北京 因为北京的这个市长也变了 那么现在啊出任北京市长的是英勇 他在2018年是曾经认识这个北京市的副市长 那现在呢北京市的这个政府领导班子又做了调整 代市长这个英勇是已经接任了市长 现年54岁的英勇是湖北武汉人 他有清华大学的自动控制和企业管理的双学士 还是这个系统工程的博士 哈佛大学公共管理学的这个硕士学位 他还曾在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工作了近20年 还出任过中国投资公司新加坡的总经理 总经理在2015年起英勇是相继担任 中国央行的行长助理和副行长 那么英勇长北京呢谁来当央行的行长 也是大家目前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对此何斌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关于央行行长的这个角色啊 李奇不是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比我要专业很多的这么一个讲述者啊 不过呢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英勇啊 我记得在几个以前啊我在开车的时候啊我跟这个李奇不是说 有英勇这么一个人物 英勇和中国现在的很多的官僚一样的啊 就是一个光纤的这个背景啊光纤的李力 习近平现在所想推行的啊就是推动的这个大学的啊这个背景的啊这个人来担任这个官员啊 能不能在啊这个北京市上长期待下去 我们现在不知道 因为习近平英勇人他已经不按照以前的灰在办事 因为英勇被认为是两个最可能成为央行行长的好选人 一个是英勇啊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央行工作过啊 所以呢他到这个北京市当副市长啊是给他一个资点而已 没想到陈金宁啊不能当北京市委书记而要去这个这个啊上海当书记 这个时候就就就出现了啊英勇啊不去央行而是留在北京市长的这么一个一个位置 当然北京市长从实际的权力来讲啊其实并不比这个央行行长低 因为他如果任期比较好不犯错误下一个阶段那就是政治主委员啊 政治主委员基本上就会进入这个权力的核心层次啊 如果央行行长按照中国现在的这种权力框架来讲啊没有进入政治主委员 当然我认为未来是应该进入政治主委员 央行行长那么应用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工作一段时间啊 再去接央行行长而现在的央行行长一刚呢啊 继续的单一段时间啊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说了 这个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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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议会满啊议会满啊 现在的中国民间会的主席议会满他在接央行行长 在之前彭博通信社啊我们华尔街电视也报道过彭博通信社曾经鼓务 这么一个啊针对于一些企业家一些投资者啊一些国际商人的调查 你认为谁会成为央行行长啊我记得议会满和啊这个英勇 两个是最主要的这个好行人议会满的好处是什么呢啊他是浙江人 浙江人现在建议啊国务院的这个总理是浙江人啊 中英浙江人中英上海人正英江苏和安卫人在我看起来是一个必然的正强的 而且何况呢浙江人确实有他特别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品质 那么这个议会嘛啊是从基层里面一步一步走向来 他的好就是相比光纤亮丽啊利率的这个这个英勇来讲呢 啊他更加了解啊中国银行系统的问题或者是猫腻 或者是他们的各自的所用的长处 从央行的这样一个治理啊全国的啊各个系统的银行来讲 议会嘛应该比英勇呢啊更有承受的精力 但是问题是今天的央行的行长啊国际性的这个角色非常重 那就是为什么易刚和周小圈啊这个担任央行行长的一个原因啊 易刚是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啊周小圈在美国也留学过啊 有一点这个这个这个美国的学士的背景啊 那周小圈被认为是亚洲最成功的啊这个行长啊 所以呢啊给了他一个比较长特别的例子啊 就是让他呢这个啊这个超过啊任期担任央行的行长 那么易刚会不会这样啊现在大家也在议论这一点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易刚有可能啊继续啊打赢一段时间 或者是易会满取得易刚或者是应用啊过一段时间再回到央行 这些可能性以外呢啊有没有其他的人选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啊 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我要强调的是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中国的一个乐队成员 任意找一个人来当一当啊行长也是可以的 其实不是啊他是一个中国真正的啊一个核心的运媒所在啊 就是经营的安全经营的体力 我相信这方面我们的领期不是这是真正的专家 我这是讲一般现在这种政治上的外表 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不敢说是专家 因为易会满和英勇到底做的怎么样 我们只能从简历上看啊 中国有很多官员就是他不到真正的第一把手的位置上 你也不知道他能力怎么样 光看简历是不行的 有一些人看上去是名校博士毕业啊 但实际上可能是百无以用是书生啊 有的人呢你感觉好像没有上过什么学啊 但是反而呢能够做得很好 所以这一点我也不做过多的评价 好现在再回到演播实情小杨 继续下面的程序 谈完了这个马兴瑞 谈完了成全国 谈完了英勇 这个其实我有时候我也说的会说差 因为英和硬啊 是这个有前鼻音后鼻音的区别